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节终于到首席要有份参与的环节 其实纯粹迪了很久 十大心机女人的感觉 我们从日本纯粹迪到现在回来 我想问我用这个字是没有错的 因为心积女是不是台湾字 不是,廣東話可以這麼說的 都是的,因為她是機心 香港是機心,台灣就是心機 但是你形容一個女兒就是機心女 是的,還是有別的香港本土字? 八婆 好很多 字幕視頻 哎呀!我是不是很像小孩那樣傻型啊? 哎呀!很漂亮 幾十歲了,有沒有自己的小孩? 傻型的 其實這句是幾歲都不能說的 還是... 你女兒的那樣子就可以說 她會說的 那六歲沒說了 我是寶寶 那六歲沒說了 這個也演繹不到 這個 哎呀我不知道這件衣服那麼低胸 哈哈哈哈 我是可以說的 今天是雙鐵退咪 因為我可以演繹 哎呀不知道這件衣服 哈哈哈哈 哎呀不好意思 哎呀不好意思 哎呀跌了 哎呀沒有 哎呀沒有 哈哈哈哈 前提是什麼呢 你有哪一句才觸發到 我不知道這件衣服那麼低胸 就是不小心走光 其實想人家太 起床夾送那陣子 哎呀不好意思 嘔著那些方笑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方笑顏空 那最珍貴 我聽過近期最激動的 就放在第一位 第一位我嚴選 第一位最心機女說的是什麼呢 這樣我們都是有片的 是 我真的不懂得跟人做姊妹的 不懂得跟人做姊妹的 我想問這句話 跟誰說呢 如果是這樣說 跟一些男人說的 就是說 我不喜歡跟女人一般見識 是啦 其實跟那個男人 男人頭是差不多意思的 但是這個更厲害 令到那個男人覺得什麼呢 覺得他很脫俗 你真的很率性 很脫俗 即是出於烏泥而畢 不像其他女人 對啦 平時你是喝啤酒 不是喝綠茶 是啊 他會令到男人覺得 他真的很脫俗 跟其他八婆不喝一點 嗯 他肯定不是綠茶 下次也是這樣回答他 嘩你真的很脫俗 哈哈哈哈 你脫了都不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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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幽靠啊 哈哈哈哈 好不淫賤啊 完全沒有幻想啊 是啊 我覺得第一話 一定要學 那個很重點 很重點啊 即是說其他女人很麻煩 嗯 我不懂得做姐妹 學咯 學不到的 人家都要想跟你做姐妹才行 那又是 這次終於有環節名 和Enzo 麻煩推出來了 嘩 這個名字 嘩 好厲害啊 這個名字 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想那個真是很有才華啊 好好啊 我就發生我是歌聽眾 我有一個很穩定的男朋友 我們其實都拍拖七年了 但是我男朋友就相對地很內向 不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因為都拍拖七年 還有我們都是子弟戀來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都是拍拖的 生活都是平平淡淡 這樣 拍拖七年啊 子弟戀 是啊 那他今年27歲的 即是20歲就和我弟弟拍拖 20歲就職了 那可能幾年呢 是啊 那我家人呢 都一直都會問 啊那你們幾時結婚啊 這樣 那我當然口說我去不心急 但是我都會試探一下我男朋友的 啊我們會幾時結婚啊 這樣 但是問他幾次呢 他都是輕輕大過啦 輕描淡小 過多兩年再算啦 這樣 我又很想和他組織家庭的 但是我怕他最後其實只是想拖著我 這樣 但是我又很愛他啊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這樣 就希望 啊夫人可不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樣 哎呀 我們在問守則意見吧 你覺得應該怎樣解決 哈哈哈 你急不急的啊 我嫁了人啊 那就是 那你嫁了之前是急不急的啊 我又不急啊 我不急的喔 嗯 有一陣子很急的事情 但算了算了 真的不行 然後發現這些事情是沒得急的 你遇到對的人就是會結婚 你不是因為跟男朋友拍拖 拍得久想結婚 只不過我這麼大個女兒 我都想有頭家 我也是時候要結婚 不如就找個兒子 但又沒有遇到對的人 然後就不再去想這件事 然後就遇到對的人 很浪漫的 手席去旅行經常都說 我老公真的很好 經常都這樣說 真的 沒有其他男生好像我老公那麼好的 他真的這樣說 我也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我去旅行是挺好的 當我是這個女事主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男生 我想他跟我結婚 而我又正式跟他說過一兩次 問他 你會不會想跟我結婚 有沒有下一步的想法 關於將來 如果很正經跟他說了兩次 他也是過兩年才算 我覺得就夠了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男人是不逼得的 你不可以死女死女 問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他兩次都是這樣回答你 其實你不再需要在言語上再跟他聊 不如有一個實際的方法就是 你出去認識一些 出去讓他知道 你有本事出去認識其他男生的 哇 但是不是需要 那麼好嗎 哈哈 就是讓他知道你在他的世界以外 都還可以有圈子 那如果他發現到 他都不心急的 那就算了 我覺得 我先問就是你 我覺得結婚是很重要的 I mean 不是實現主權 是 是 法律權 這個關係 這個簽了之後 那個關係 是不是很重要 是啊 我覺得是 我覺得沒有所謂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法律上有需要 例如遺產 我覺得sweet些 Sweet 你覺得婚姻是sweet的 好啊 你真是新婚 哈哈 真是新婚 我覺得sweet了 我都sweet了 sweet些 你結婚多少年了 未過一年 不是啦 究竟你是要結婚 還是跟這個人結婚 是啊 在我認知 大部分人都是要結婚 要結婚 而不是要跟這個人結婚 我不是的 哈哈哈 有時候timing 是很契弟的一件事 那個男生很好 不過 不過他太小而已 哦 如果你相遇 你相遇於10年後 你們就真愛達成 是啊 最新人 是 很認真 你 沒了 有 快